我們剛剛介紹完這個FIFO 很容易的 不過也可以明顯看見它 可能不一定會很好 對不對 然後更重要的是它會有這個Anatomy的狀況 所以說系統的設計者 就比較不喜歡去用這樣的一個演算法了 那這個問題 replacement algorithm這個問題的optimum 其實是很容易可以被描述的 那我們稱之為optimum algorithm 或者說bloody的algorithm 就是想到這個人 這個algorithm的人所提出的 它的做法非常單純一句話 最晚會被使用到的先把它踢出去 其實很直覺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 在我的 這些physical memory裡面的這些page 那誰該被踢出去勒 當然就是踢 最遠最遠這三個裡面對不對 最晚會再被使用到的那個page把它踢出去 當然嘛因為我如果踢其他的代表其他一定會先被使用到 就一定會先產生page4嘛 所以當然就是越晚用的那個我最先把它踢掉的話 不得已嘛 不得已要踢當然踢最不可能被用到的 對不對 那因為這些page的assets是有順序 不要說時間啦 因為它隔幾秒鐘幾個mini second不重要 重點是它的order 所以最晚的那個 對不對最晚被assets的那個我先把它踢出去 page4不可能會更差嘛 對不對所以那就是optimum的solution了 好 但是這個方式勒 說得簡單 theoretically你也很容易證明 但實際上implement卻發現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要假設你知道未來的assets pattern 對不對 也就是說未來像剛才的這個整個reference stream 雖然我在第一個時間點 可是我卻已經知道未來所有的assets的stream了 這件事情其實不會發生 對不對 就算我們今天computer technology 那當然compiler啊等等很多可以做prediction 你可以去預測某種程度啦 但也不可能到 對不對 Forever 尤其是你當有一些branch 我們程式 難就難在這嘛 它其實會有 Ronghine的時候會 會去做branch的動作 所以當然不可能 100% perfectly的知道 真的的assets的這個reference stream的順序 所以在沒有這個future knowledge的情況下 這個做法其實是 當作一個theoretical的algorithm 但它可以當作一個baseline 或是optimum的 對不對 你就知道 最少最少 Page 4的次數是多少 那 這些 設計者 你可以去想各種不同的algorithm 那就看你能夠多接近這個optimum的bund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 你還有多少improve的空間 等等 好 好 那一樣 我們就來go through這個例子 假設我們今天就有四個frame 對不對 然後一樣這是我們的reference stream 那前面四個就不用講 反正就擺進去就對了 然後全部都會page 4 就算是optimum的做法 一樣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重點是 一來了 一來之後我們都要提誰 那跟前面的方式 你看前面的方式我們都會看 AQ裡面是怎麼樣 可是呢 optimum不care 因為那是過去式 我們看的是未來 所以勒你就會從1 這個點開始 往後看 1當然講他要留著 所以不用講 這是一個hit 所以這不用這是一個hit 所以沒有辦法做選擇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 繼續留著 那2也繼續留著 5 這個時候我們當然要replace一個人了 因為我們要把5放進來 那1 你可以看見他下一個時間點就要用 所以我們要把他 先不用還不知道是誰 但我們就知道他是一個好 2 2就是隔兩個 3 4 對不對 意思類推 所以很明顯的最晚用到的是4 所以我們就把4丟掉 對不對 然後把5放進去嘛 所以就會變成1235 你可以想見像這個occasum 就沒有什麼ordering更不重要 因為完全沒有關聯性 所以 其實就是去找而已 那下一個SS來 123很明顯 當然又全部都會是hit 所以我們就保留原來的content 4來了 對不對 4來的話我們知道唯一不能丟的就是5 對不對 因為5是下一個時間點就要用到的 下一個就會SS的 那123 這當然 我們約沒有了嘛 所以其實都可以啦 無所謂 所以如果在考試的時候 最後面有這種pipebreaker 是誰都無所謂 反正 都是ok的 但是如果我們後面如果再寫 比如說下一個可能是2 然後是3 然後才是1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把1丟掉 所以其實就是follow一個這樣簡單的一個 規則 去做就可以了 最晚不會用到的 我們就把他丟掉 這個就會得到一個optimal的aggression 好 所以像剛才這只有6個 我們之前其實前面有9啊10啊 你就發現 最好最好 就是6 那 那只是問題就在於說實際上是沒有辦法真的implement這樣的aggression 但是各位就可以想見了 怎麼樣去predict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aggression可以出來 有一類型的aggression的人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觀察我們程式執行的過程 那 到底他下一次會被reuse的時間點 或是這個 distance是多少 所以說你預測出來 最遠那個人我就把他踢掉 所以就可以去模擬 這個optimal的aggression 那當然你可能就去很複雜的 打的分析 然後現在很火紅的learning的做法 那或許你就去嘗試 你可以想見 但是 就是可以希望能夠逼近這個optimal 好 但是實際上 那實際上沒辦法嘛 所以大家用什麼方式勒 其實是用lru是最多的 那lru就像剛剛說的 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concept 就是我要預測誰是最晚用的 那 所以呢 一個heuristic option提出來 所謂的lru你可以看見 list recently used 所以誰要被踢掉就是 最近 沒有被用到的那個人 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往未來看 那我們就只要往回看嘛 對不對 那往回看的話呢 很重要就是 我們提過好幾次的 我們城市有locality 對不對 所以當你在剛使用完的那個page 應該百分之很高很高的機率你會再用它 對不對 而且如果你的jump 對不對 你的memory access沒有很亂的話 其實也就是 會在附近 對不對 的幾個page 然後越遠的 page 越用到的機會會越小 或者你越久沒用到的 可能就是越不會去用到他的 因為裡面可能就是存一些arrowhandling的function 根本就不會被扣到 好 那 所以呢他就是 與其往後看就往前看 然後呢往前裡面 最久 或最早最早 這個被access那個就把它先踢掉了 這就是所謂的lru 那事實上因為locality的關係 所以大家這些 系統實驗的證明 去evaluate會發現 其實還蠻好的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大家要介紹到 就是他的implementation 非常快 他可以在older1的時間 去做完 因為OS什麼都要壞嘛 所以 像我們之前說 你可以用learning啊 但是 你可以想看 training然後等等 很多的時間 那所以通常大家還是喜歡去implement一些 older1的時間的一些 研算法 好 好 那 所以就像剛才說的 這個lru的implementation 有兩種 第一種叫 counter的implementation 簡單來講就是大家可以想像的啦 就是每一個page被access了之後我就有一個timestamp 紀錄我是幾點幾分的時候access的這個page嘛對不對 然後在我fram 對在我frammemory放的那些page我每一個都加一個欄位然後寫個timestamp 然後我就在那邊search Linear scan然後誰是最慢的 最久的我就把它提掉 這當然很簡單啦 但是Linear search 所以是older1嘛 所以當我們的frame數越多你就會跑得越慢 非常不好 那 大家真的 真的的implementation勒就會用所謂的stack 有點像剛剛的fifo也就是說我們用一個queue 然後勒就可以很快的其實我們就可以判斷誰才是該被踢出去的 就可以用一個older1的時間找到 我們先看例子再了解一下怎麼implement好了 所以前面一樣嘛不用講1234全部for然後就一區放進去 那 跟fifo不一樣的嗎就在這裡 當我們1進來他也是一個hit 就是說同樣的我已經有了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產生page4 可是 我知道 他是最近用的 所以我不想把它踢掉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把他從 我們的queue的底部 把他拉回到頭 對不對 那就可以把他 2現在反而是所有裡面 對不對 最久最久沒有被用到 下一個會被kick out的人了 所以lru就是 當他access的時候 差別跟fifo差別 當他被access之後 他如果 是有hit的話 他其實會把他 做排到最前面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你 本來沒有的像一開始這種1234 當然也就是一直往下boosh而已 所以就是 最近被access的 我們always把他留在 這個最上面 這個最後一個被踢掉的candidate 然後2一樣嘛 所以大家就follow這個基本原則 其實很容易去 對不對 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2一樣 他已經有了 那我就把它擺上去 那裡面2143 然後勒 今天5進來了 要 不夠了怎麼辦 就繼續push嘛 所以3被踢掉 所以 lru的話 他就會把3給replace掉 那如果大家回去去檢查 fifo的例子就知道 你就是不會踢3 你會踢1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兩種umbrism的差別 好 好 所以後面應該 這蠻 straightforward 對不對 所以 像在考試的時候 或是自己去模擬 這個演算法 其實最好就是 以實作的角度 因為你最不會出錯 你就follow 這樣的一定的規則 自己在 腦中模擬 程式的運作 你就會知道 哪些是page4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lru 那為什麼他是 older1 其實還蠻容易看到的啦 第一個 其實你可以用double link list 所以你去抽調把它加 insert dequeue enqueue 當然是older1的時間做到 那你可能會問我 那你怎麼知道 比如說像1來了好了 你怎麼知道1在最下面 或者說2 你怎麼知道在最下面 他的位置不一定 像1在這個位置 1 hit 他在最下面 你怎麼知道在older1的時間 知道 他到底在這個queue裡面 哪一個位置 那大家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會用一個hash map 所以大家知道 就是hash map 所以你hash 你就會知道1 他會hash到 裡面就存在1在這個double link list的pointer 所以他就會直接知道 1 的pointer可以找到 找到之後他就 把它dequeue 重新dequeue就好了 所以 implementation就是一個 hash map 再加上一個double link list 然後 in average 12分的時間 對不對 因為hash的機率來 角度來講 你都可以做兩個older1的時間 就算了 所以lru是非常容易implement的 非常快 然後其實他的結果通常還不錯 因為城市locality的關係 所以是最常被使用的 這個replacement algorithm 包括了這個概念不只在paging 就是 大家也可能也聽過好幾次的caching 對不對 在做IO 我們之後就會介紹 其實我們系統常常會用caching的概念 caching的size也是有限的 所以cache的 replacement algorithm 大家也都用lru 所以 這次只是這個algorithm 他可以 拿來在我們的page replacement這邊 也可以拿到很多系統的問題裡面去 這是非常常用的一個algorithm 好 這是lru 所以你可以看見他也不是最好 他就是8 比fifo要好了嘛 然後 但是跟6還是有一點距離 但是 我們剛才說的 畢竟他們都是heuristic 所以對於系統使用者 我們其實並沒有那麼在乎heuristic的結果 因為那都有可能 大家care是property 特性 就是他可以被證明的東西 所以他絕對不會跑掉 那lru 還有這個optimal 他們都會屬於 所謂的stack algorithm 就是一個特性 所以這是一個class of algorithm 所有符合 這個我們待會講這個stack的特性的 我們都稱之為stack algorithm 所以optimal algorithm是一個stack algorithm lru也是一個stack algorithm 什麼是stack algorithm呢 其實很簡單 他的定義就是 今天呢 我如果 原來有n個frame 就像我們剛才的例子 可能是四個吧 那在四個frame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page放在裡頭 對不對 那我們也不管是誰 反正就是一些subset of pages放在裡頭 那今天呢 如果我是同樣的input 那我去run同樣的algorithm 那我把frame的數量把它做加 就是把它加1或加2 無所謂就是增加 增加的話 增加之後呢 裡面他是又有一個新的subset 對不對 所以你run下去 在這個狀態下 同樣的時間點 他裡面當然也會有很多的page 而且page數量會更多 那如果是stack algorithm 他就有一個特性 就是 這邊 原來的這些page 在增加了frame之後 一定是還是會被include在裡面的 所以就是你增加frame 那裡面的page數量當然增加 而且是原來page的superset 就是全部include在裡面 這就叫做stack stack就是一直加嘛 對不對 所以stack就是 你push到stack了 如果你要拿出來 你一定要前面的都先拿出來嘛 就是stack 所以stack的alcurent 也是你的alcurent 如果用一個stack 可以implement 就會有這個特性 就是 你的stack越大 那裡面放的東西 一定是原來的 superset 一定會全部include進去 這個 我們不是在跟數學不證明 大家 可以想一想 然後其實課本有比較 數學一點的證明 不過其實不會太難證 你可以想見 所以就是你會是 原來的superset 所以optimum跟lru全部都是 那這個stack algorithm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他guarantee的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增加resource 也就是增加frame數量的話 他的page數量只會是原來的 一定會包括 包括對不對 而且還會增加 所以你的page4的rate 不可能變低 這很容易震嘛對不對 就是很直覺的 所以原來的東西因為都在嘛 所以你不可能會 更多的page4 你只是比原來 然後還多了一些page 這些page或許可以幫助你減少page4 或許不會 但至少他不會減少你的page4 所以stack algorithm 只要stack algorithm 他都不會有這個anonomy的存在 也就是一般系統的會喜歡 去選用的 一個很大的因素 那lru不只他簡單 然後通常表現不錯 而且 他是stack algorithm 你可以證明他是一個stack algorithm 那我們現在不用數學啦 不過你有眼睛看一下 也很容易證明 對不對 因為 你從任何時間點 你是往回看嘛 對不對 所以 什麼人會放在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stack裡面 或者說你的這些frame裡面呢 就是你往回看 你先看見的四個人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你的stack變成五個 對不對 那你一樣是往前看 而且是 看五個人嘛 五個distinct unique的人 所以當然一定include嘛 原來四個會先看到 所以一定會先被放進去嘛 那第五第六 你有更多位置 你只是放更多人 所以 當然是一個stack algorithm 好 沒有問題 所以 那往未來看 optimal為什麼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只是方向不同 那如果是optimal 我就是往後看 所以往後看當然 四個distinct的人會在我們的 在stack裡面 然後如果你的frame數量增加 就是可以放更多而已 所以一定也是一個stack algorithm 一個是往前 一個是往後 不只這兩個啦 但是 這兩個很明顯 可以很容易的證明 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前面這些怎麼run 當然也是需要知道 但是這個theory的部份 其實是很重要的 什麼是一個stack algorithm 為什麼 我們在設計一個 replacement algorithm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去證明 它 它符合 這個 它是屬於stack algorithm的 然後 FIFO 不是 所以 這個是一個 蠻大的concent 好 好 就像我們說的 其實catch的 replacement algorithm 非常非常多啦 或是catch algorithm 其實它們都一樣 algorithm其實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不會一一go through 因為其實太多了 大家只要知道這個concept就好 那課本上其實有提幾個 還蠻 就是有一些變化 但是比較複雜 然後通常可能系統 也會去考量到的一些 algorithm 像是additional的reference bit second chance 然後什麼叫second chance的意思就是 有點像 我們剛剛只有一個stack 所以那個stack如果你被踢出來 我就代表我會把它swap到disk去了 second chance就是它 maintain的兩個stack 然後兩個stack的考量點 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從第一個stack 被踢出來之後 它會把它放到第二個stack 第二個stack就是所謂的second chance 所以你已經被放到比較low priority了 然後當然要被踢出去的 是從low priority裡面 再去踢掉一個 那通常就可以結合不同的 algorithm或 policy 去maintain這兩個stack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second chance 所以 你可以講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可以在裡頭 然後當然都有它一些背後設計的道理 在裡頭 但我們不會告訴那些很複雜 然後很多樣性的 這個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testbook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裡頭又有介紹到的 那你可能就會更清楚 有哪些 catch的 replacement algorithm 是存在的 好 但基本上都是 LRU的變形 你會發現 因為它剛剛說的幾個非常重要的好處 所以都是一些它的變形而已 那其他還會非常常見到的就是 就是用這個剛剛我們看到是 assess的recent 或是 distance 就是多遠會用到 那還有另外一類型呢 是根據frequency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這比較make sense一點 做concept來講 就是frequency就是 最常用到的我把它放在cache 對不對 或是放在我的 我的frame裡面啦 所以 我比較不會去需要去做page4的處理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整個程式的 然後我們跑過一遍了 我們當然可以知道 誰是比較frequently used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一直留在cache 或是留在frame裡面啦 所以你的page4次數就會減少 那這一類型的就是所謂的frequency 就背上frequency-based algorithm 那就所謂的list frequently used 所以很明顯就是 frequency最低的我會先把它提掉 所以如果我們frame裡面有幾個page 假設我們知道它的frequency 根據它過去的使用的behavior 我們可以做一些counting嘛對不對 最低的那個我把它先提掉 那就是lfu 然後呢 mfu就倒過來 它 就是 最常用的 最frequently used的那個 我反而把它提掉 這些全是heuristic 所以 當然你可以想它的道理是什麼 比如說 lfu的話 它的想法就是很直接 一般人應該都會同意嘛 因為我常用嘛 所以當然 我要避免它們產生page4 可是常用不代表它正在用 因為我們的使用 電腦程式的使用 你如果去想 常常都是 我 突然間一直在使用某一塊memory 然後用完之後我就不用了 對不對 所以我在那一個時間點 一個burst的狀況下 我可能就把frequency一下提到很高 然後之後我都不用 它就一直站在我們的 memory裡面 然後就造成page4 我可能更高 所以跟assess pattern有 非常大的關係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frequently只是覺得 它反正很長 所以overall 按照機率 probability 最常見的我就把它留著吧 就是 這個lfu 那most frequent use 就像我們剛才說 它就比較看盡說 我覺得是local 每一個的behavior 所以 我現在frequently used的人 代表我等一下就不要用了 很可能 對不對 用完了我就再也不會去用它 就讓大家寫個for loop 一直在做某一塊array的操作 用完可能就不要了 對不對 已經算完了 所以它就是 倒過來想 它就認為 最frequently used 我就先把它剃掉 這沒有對錯錯啦 這個純粹是 程式的behavior 然後去做一個選擇 但這些做法呢 通常 不太被喜歡 那主要就是因為 你要去算frequency 這是非常浪費時間 complexity非常高的事情 你每做assess 你要把counter的值加1 然後呢 最大問題是這個counter會overflow 對不對 memory access非常頻繁的 一分鐘就已經assess幾個million了 所以大家知道 integer也就是只有那麼8個byte 所以 很多時候就有overflow的問題 所以是很多issue在裡頭 所以當然有很多 在設計 怎麼樣子 設計一個counter 它是 可以處理 無限多數字的事情 那代表通常都是要做一些proximation 然後你可以用幾個byte 就可以去描述 它的frequency 不是這麼單純的 所以通常不太被喜歡 因為 它通常的compacity比較高 然後也不一定特別make sense 對不對 其實lru的結果 其實通常跟這些 也是 不一定會比較差 甚至於更好 好 達到